我们要继续来看下一个范例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Checkbox的部分 Checkbox它一定会有一个 产生的就是 我们用的是Item Events Item Events是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话 它会产生两个部分 就是说 它的这个Listener就叫Item Listener 跟刚刚Action Listener 其实差别就是前面的名称而已 但是基本上它的概念都是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界面 我们必须把它implement 它只要是一个界面 我们就必须把它用一个implement的 这个陈述式去把它 一定要把它实作出来 变成一个实体的界面 implement实际上就是实作某一件事情 否则它就虚的 所以又有虚又有实 再来的话它的方法 我们刚刚是用Action Perform的这个方法 那这边的话就要改成什么呢 Item Status Change 这个Item Status Change就是 当我点了哪一个Checkbox的时候呢 会去产生哪一个事件 那里面的Events的名称也是一样 会回传回来会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Events的一个参数物件 参数物件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里面呢 Action Events 这个是Action Events 那实际上跟刚刚那一题有什么差别呢 第一个呢我们触发点 一样你会发现的这个地方 我们Lessend的呢 同样是在哪里呢 是Frame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上面的所有的像Checkbox 或者像是Label 其实都是在Frame上面 所以实作的部分呢 实作部分呢 同样都是在哪里呢 都是在Frame上面 所以这个部分呢 没有差别 也是在Frame上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建立两个 New 两个 一个是名称的话是Events 一个是HP的 这个Lessend 4P 然后呢一个是Checkbox 一个是2 另外的话呢 我建立一个Label Label上面的话呢 就是 刚开始的话是Select Print 就是让使用者去选 另外的话呢 我接下来程式 这个是上面的主要宣告 我宣告几个 我要的部分 我要产生的物件的部分 接下来的话在Man里面 我要做什么动作呢 做一个Group 这个前面我们有讲过了 就是把这两个做一个Group 这两个做一个Group 然后呢 做一个Group之后的话 Frame的大小 还有这个上面的Title 另外还有编排方式都一样 就是对 不过这里的话是靠左对齐 另外 再来的话 我这个Group呢 就把这两个 这两个 Checkbox1 跟Checkbox2呢 通通都把它设为Group 这前面有讲过 接下来的话呢 再把Label设为 这个 Orange 就是橘子色的 Color 把它背景改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要设定什么呢 Listen呢 那我把什么呢 刚刚宣告的Friend都设为什么 这个 这个Friend的这个物件 设为Listener 接下来我就在这个里面增加三个东西 并且把它设为True 那这个部分已经完 接下来就是说我要产生事件 那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事件 特别注意 差别就在这里 有没有 刚刚的话就是 我们刚刚在那个Event里面呢 是用的哪一个方法呢 还记得吗 叫Action Performed 有没有 那个方法 那现在把这个改成什么 Item State 有没有 State State State就是状态 Item就是 那个 那个 怎么解 Item的话就是 那个区块 那个区块 State State就是状态 被改变的时候 会传过来一个什么呢 哪一个 这个物件 物件的引数 那传过来这个引数呢 如果 我们这地方 去做判断 所以这里 这里的话呢 有两个 If跟Else 那判断的部分的话 这Else 那判断的话 就是说 当Track1 点Get 这个Status 如果这个状态传回来呢 它传过来 只有True跟False 如果它等于True的话呢 那我们就 把这个Label 上面的Test 把它改变成 Epson 那反之的话呢 其实或者你用Else 也可以啦 因为反正两个而已 如果Else 那就 把这个改成什么 HP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Listener的部分呢 去做倾听 然后去改变上面的状态 这里的话 程式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把它执行 这里边把它弄起来 好 这里的话呢 我把这个变成 这个G字设 然后呢 点了其中一个 有没有 就会改变 点了其中一个就改变了 那其实呢 点了之后的话 这边就传过去 True或者False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 你可以在这边 设一个中断点 然后去检查说 它传过来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那理论上 当然这地方 就是True或者False 好 这里的话呢 我想你试试看 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 好 好